去年我请假三个月参选总统 在这里要向市民朋友至上最高的歉意 非常非常的抱歉 市长不在家 让市民朋友操心担心 但是这三个月的时间 市府团队副市长以及市府团队 依然每天非常认真的为我们高雄市来打拼 确保高雄市政能够延续不间断 即使我个人在参选期间 每天一样跟市府团队保持热切的联络 掌握我们高雄市重大市政的进展 我想消假之后 我个人把一天真的是当两天再用 能够念之再之 让我们高雄市变得更好 更现代化 更能够跟国际接轨 感谢各位议员女士先生的支持 让我们一起携手团结努力 另外一个最近消息来看 中国军方有可能在八月份 举行东沙的登陆演习 那么现在有媒体报道 说高雄市长韩国瑜 他不排除在罢韩投票的前夕 亲自登上东沙岛来捍卫主权 那么现在韩正营就沙盘推演 说1999年五月份 时任高雄市长的谢长廷 他也曾经到岛上挂门牌 2010年7月的时候 时任内政部长的江一华 也曾经登岛 但是韩国瑜选在现在 罢韩的投票前夕 要登东沙岛来宣示主权 也让人联想 是不是和缓和 罢韩的情绪有关呢 现在也是备受关注的